那你说你好心吗 的确你很好心 但你没什么智慧 你给他的不是他要的 还有 你给他的呢 你给他的不但不是他要的 你给他的时候也要看时间 假如刚吃饱的话 他觉得呢 什么都不会想吃的 假如你给他下午茶的时候 你尝一尝看啊 这是低糖的 Cappuccino Bread的面包和蛋糕 很好吃 他会非常非常的欢喜 感谢你的 同样的各位 你们在家里吃青菜 不管有吃素跟没吃素 青菜不是有很多种吗 有些人很喜欢吃小白菜 有人喜欢吃什么 空心菜 有人喜欢吃各种叫做大陆妹 对不对 大陆妹你们知道吗 你们不知道 对不起 你们是新加坡妹 对不起 sorry 我们台湾有用青菜叫大陆妹 对不起 就是说青菜有很多不种 小白菜高丽菜 或是地瓜叶 有些人他就很执着 很喜欢吃地瓜叶 你煮白菜 小 尤其是大白菜 大白菜会出水的 你煮了给他 整个汤呢 就是更稀了 所以他就不喜欢吃 所以这里说明了一个 善巧方便是要以什么为主呢 以众生需要为主 夫妻之间常常会有冲突 是因为不懂善巧方便的沟通 爸爸跟妈妈永远去骂小孩 小孩永远 他骂你跟着跑 是因为你要他的东西 他不接受 所以你会觉得 哎呀我怎么这么虔诚学佛啊 观世音菩萨都没有保佑你呢 有 因为你不太开窍 所以这一段要讲 善巧方便菠萝蜜 是这一次要讲经讲的 请看丙八 丙八请看四十六页第七行 愿菠萝蜜 六度菠萝蜜生长为十大愿的时候 就十个愿 所以这里的愿 又分为十大愿 你可以别讲这个十大愿听好 是所有菩萨都修的 这里的十大愿跟普贤菩萨的十大愿 有一点不太一样 听好 这里的十大愿你常不能写一下 是对出地欢喜地菩萨所发的大愿 而普贤的十大愿呢 是八地不动地菩萨的十大愿 所以他愿有生前 这里丙八愿菩萨蜜 是指出地欢喜地菩萨所发的愿 接下来第九要立菩萨蜜 在四十六页第二十二行 分为七种力量 度众生你光有智慧慈悲 还要有 善巧方便 接下来你发愿 发了愿以后呢 还要一个什么 永不放弃的力量 有些人朋友跟朋友之间是这样 好朋友 他可以接受你劝的 有些好朋友跟你讲 哎呀我们是buddybuddy啊 没问题啊 你劝我没问题 有些朋友是不能劝的 你劝他一次 他就跟你翻脸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没面子 有些朋友 注意听 你可以劝他三次 以菩萨界来讲 假如在座各位发了菩提心 受菩萨界 你应该劝人家三次 比如说你劝他三次 哎 不要吸毒 劝他三次 不要买马票 劝他三次 不要赌博 第四次以后呢 他不听的话 你就不用劝他了 那有些朋友是可以劝十次 二十次 他都会觉得你 你怎么永远不劝我呢 你答案告诉他 我劝你 你都不听嘛 我SMS给你呢 你还是把它删掉了 那以菩萨界来讲 你已经满你的愿望 可是在度众生当中 我们是凡夫 所以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 有时候你会觉得 你很有力量 你讲话 人家也相信你 可是有时候你觉得 人家讲的时候 人家没有人要甩你 那你也会 dispointed 觉得很沮丧 也会upset 会觉得呢 很失望角色 菩萨难做 众生难度 那你各位 这边给大家一个问题 先回去想 哪时候你会 不想帮助众生 请写下来 过几天考试哦 没考完的 不能离开海印古寺 没有 这是鼓励他 想一想 哪种情况下 你会不想帮助众生 灵友 不要只听经 闻所成会 回去要动动脑筋 比如说 被朋友欺骗的时候 你会觉得 我不想帮他 比方说 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你会不想帮他 你先回去想一想 为什么我帮助别人 可是呢 我觉得 哎呀 好累好累哦 为什么 先回去想一想 这个在丙酒的时候 我会讲 为什么菩萨永远 不放弃一切众生 可是我们凡夫啊 很想帮人 可是碰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都会放弃 这叫做 利波罗蜜 分为七种 接下来看 秉食 治波罗蜜 细分为两种智慧 出世间的智慧 跟世间的智慧 跟出世间的智慧 这是我们这次讲座 这次要讲的地方 接下来 如果讲快一点的话 会讲到 下一次的讲义 讲义呢 现在在门口 没有关系 大家先看幻灯片 第三卷 菩萨有六度波罗蜜 还有 有愿力智 方便波罗蜜 这是配合 华言经讲的叫 十度波罗蜜 一般人 大乘佛法就讲六度 那当然很好 可是它更细微的 叫做十度波罗蜜 但有这十度波罗蜜呢 菩萨千百亿色化身 像观世音菩萨讲 因以合身得度者 既献合身而畏说法 你永远不放弃众生 接下来还要有第三类的条件 请看幻灯片 甲氏 氏无量心 第三种资粮 简称为慈悲喜舍 听好 慈悲喜舍 南传佛教也修 大乘佛教也修 金刚乘佛教也修 但是呢 所缘的对境不一样 像南传佛教 它可能在森林中打坐 它对于森林中的动物 它会生起慈悲喜舍 但对于其他世界的呢 看不到的或没有缘的呢 它可能就没有办法帮忙 可是我们是大乘的佛弟子 我们受了三规戒 或五戒 我们学大乘佛法 你应该发像观音 文书 普贤 地藏一样 近虚空 骗法界 十方三四 一切的众生 我都要去帮助他 这个力量呢 就比南传佛教更大 所以你简单说 南传佛教有没有慈悲 有 不是没有 我没有否定 在清静道论里面讲 他们也修四无量心 但是他的所缘境 有大跟小不同 大乘佛教就更大 那金刚乘呢 他就有更深的细微观想 这是第四类 讲完六度波罗蜜 跟十度波罗蜜 要讲的叫四五亮星 大家先放在心里 接下来第五类 菩萨度众神 你帮助你的好朋友 今天还不错 明天呢 他给你借钱 后天给你导会 最后出卖你了 那你还帮不帮他 答案 还是不可以放弃他 你会说 师父怎么会这样呢 那我们佛教徒不是吃亏吗 不 一般人看到的只是这一世 这一世 就是这一世 我跟他的缘 可是佛法看到的是 过去 现在跟未来 所以一切是很公平的 你现在还没有成定 你还没有功夫 看到你过去 现在 未来 或许呢 你看到在梦中 看到你过去跟他的缘 你才知道 原来你倒他的会的人 就是过去呢 你专门做房地产 股票 结果你也倒了他很多的会啊 所以是公平的 天理下没有不公平的 只是呢 我们很多人只看这一世 所以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 的确我们会放弃 不好的朋友 可是从菩萨界来讲 饶益众生界是不可以的 你可以原谅他 forgiveness 对不对 在基督教常常讲 please gather forgive me 原谅别人是一个美德 的确 可是有些老菩萨很奇怪喔 执着心很重喔 十年前 二十年前 人家做错的事情喔 就在耿耿于怀 放在内心里 这样不好 你应该透过忏悔 发愿 甚至呢 开口跟他说 我接受你的道歉 可是中国的脸友呢 常常都不讲 都不太愿意跟众生沟通 常常跑到菩萨面前 小小念 小小念 念很久 其实这个不是唯一的方法 真正感动他 应该跟对方说道歉 道歉并没有什么丢脸的嘛 我们还没成佛吗 人都会有错的 可是你若坚持 挺好 你不愿意跟别人道歉 对方也不愿意跟你道歉 接受你 很抱歉是 来生 得 一个顾变成帅哥美女 结果你们变夫妇啦 你忘记啦 所以 没有结婚之前很甜美 一结婚以后呢 业力现前就开始吵架啦 这就是呢 你放弃了众生 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所以 甲午叫 金进不退 是有四种 第六 慈悲跟智慧要结合的三摩定 就是像法华经讲的 法华三昧 华言经讲的 华言三昧 净土宗讲的 念佛三昧 那是非常非常大的功德力 你为什么观世音菩萨 大家求他 在一刹那之间 他可以满无量众生的愿呢 因为他有 卑制结合的三摩定 这是第五类行菩萨道的资粮 所以可见做菩萨真的很不容易 这先跟大家讲 这个科叛呢 在第三卷 会场 今天结束的时候 大会一功 就已经准备好 你可以先带讲义回去 很高兴 谢谢海因古斯的助持 慈悲的请法 所以让我呢 一定要来新加坡 所以我花了很多的时间 日以继夜的 我拜释迦摩尼佛 我也念文书菩萨 佛菩萨加使我 把这些科叛全部做出来 将来我若有怨心 我还要把这些科叛翻成英文 帮助西方的莲友 好 接下来先看幻灯片 大家知道这是哪里吗 台北101 看标题 饶益众生界 第一个先要像灯塔一样放光 你才会有善巧方便 第一个要 Please have an opening mind 要有开放的心 很多联友不能帮助别人 是什么 因为你有太多的标准 你会觉得 有很多很多的标准 就像我刚才比喻 大家吃饭在一起 有人喜欢吃小白菜 有人喜欢吃高丽菜 有人吃地瓜叶 都好啊 但是有一种很执着的人 就是什么 我今天就是煮地瓜叶 爱吃就吃 不吃拉倒 很抱歉 你那时候就没有饶意众生界 你那个时候就没有善巧方便 知道吗 你要想众生 老人家的菜要切细一点 因为他胃肠不好 没有牙齿啦 你也会老啊 对不对 他饭要煮烂一点啊 粥要煮烂一点啊 你要常常的为众生想 不要认为 我 觉得你应该吃 organic bread 对方的胃肠不好 他不能吃organic bread 有鸡面包他不能吃啊 你会觉得 哎呀对方一定要吃苹果汁 问题是他吃了苹果汁会拉肚子 他喜欢吃papaya juice 木瓜汁 所以具有一个慈悲心的佛弟子 应该注意听 先问别人 问别人不丢脸 我觉得华人的弟子都不太好意思问 都用猜的 哎呀我觉得哦 这个师父大概应该吃补中益气汤啊 我觉得这个师父呢应该吃呢 十全大补完啊 就吃完了刚好呢 药到命厨 死叫叫 各位不要送给我药 我自己神经是中医生 谢谢你们关心我 但是不要送我药 为什么 你送我的不是给我的 你给我一次奥米托佛我就走了 那你就换你来讲文书菩萨 或是讲龙树菩萨的菩提之良论吧 所以我要讲的重点 善巧方便的第一个 要有广大的心量 可以请你写下来 Open your mind 第二个 Good communication 常常要跟人家沟通 不要用猜 猜 百分之九十全部都猜错 老公呢在猜 太太呢大概喜欢那个洋装 结果你猜呢 是在她买的最讨厌的颜色啊 回来呢又被太太刮一顿 花了那么多钱 经济不景气 现在什么都涨 对不对 汽油也涨 什么都涨 连微消费都涨了 你各位知道吗 只有一个没涨 薪水没有涨 对不对 所以你给别人 虽然你花了很多钱 去买给太太或先生的礼物 你可以问别人 问有智慧 对不对 所以要有好的 Good communication 第三个要求自他交换 你想假如我现在买给他 他会欢喜吗 还有你要选正确的时间 第三个条件叫Good timing 我再讲一遍 第一个opening mind 开放的心胸 第二个good communication 好的沟通 不要去猜 第三 要修制他交换 第四 这个没有写在讲义上 请你写下来 我觉得还是要留一点功课给你们写 不然新加坡连友都会睡觉的 第四个呢 要有什么 Good timing 选的时间要刚刚是他适合的 不要他一下班回来呢 匆匆忙忙要上厕所 太太 I love you Who care I have a stomach problem now 太太一下班很辛苦啊 老公啊 突然想了很久 说太太我爱你 她说对不起 我现在肚子痛 我要先冲进厕所 你待会再讲嘛 什么 Not a good timing 你选错了时间 所以人与人沟通 是要很多很多的善巧方便波罗蜜 第五个 要问别人的想法 Ex your opinions 不要容真卫 自己想的都是对 假如你什么都是对的话 我告诉你 那你就不会坐在这里了 你不会继续轮回 你早就成佛了 所以 饶益众生界 我放101这张照片 是告诉大家 要有这个条件 你才会产生善巧方便波罗蜜 请看 五十一页讲义 好 正式开始讲经文 五十一页 丙七 善巧方便波罗蜜 分二 丁一总说 丁二别显 各位都有讲义 为了节省时间 我就直接白话翻译 因为你都有讲义 请看五十一页 总说 此余有四种波罗蜜 也就是说六度波罗蜜之外 还要有四个波罗蜜 第一个叫善巧方便波罗蜜 第二个要发愿 愿波罗蜜 第三个叫力波罗蜜 力量度众生的感化众生的教化力 第四个叫做两物空性圆起的波罗蜜 好 请看 翻灯片 此四波罗蜜皆是波罗蜜所设 那你就会有个问题 为什么前面是痣波罗蜜 后面是波罗蜜呢 这两个不一样 先看前面 不失痴戒忍入精进禅定的第六度 波罗蜜 这叫根本智 树根的根 根本智 然后呢 后面两个善巧方便 愿力智的这个智 叫做后德智 请你自己写 虽然华文里面都是同一个字 但是它意义不同 这要看注解 好 看其他的经论 后德智 后德智 我举一个例子给各位听 有智慧的人 举个例子 我尽量用例子举例 你会比较了解 他们两个有什么不同 假如你现在家里 买了一个新的房子 哇 你很高兴啊 要欢迎你的爸爸妈妈 或亲朋好友 来看新房子 新加坡不是有很多 很好的政府组屋吗 我想最贵的应该是 在Santosa吧 对不对 或是view很漂亮的 前面有山 后面有山 前面有河流 旁边有海 那一定是最贵的 结果你买了一个很高兴的房子呢 你就请亲朋好友来看 结果你就开始布置花 还有植物啊 green 就绿色的植物 green plant 结果你突然发现 哎呀糟糕 明天我的丈母娘跟我的妈妈要来看 结果这个花啊 突然有一个枝叶枯萎了 这时候你一般都会怎么办 糟糕了 明天要来了 我现在没有时间之后 拿个剪刀 咔嚓 把它剪掉了 对不对 剪掉了你就看不到了吗 那你就觉得可能不会啊 明天你的岳母啊 丈母娘啊 或是爸爸妈妈来很高兴 那你就介绍了这个家里 介绍了家里很高兴了 你三天以后 请你的这个公司的老板也来喝喝茶 结果没想到三天以后啊 又有 刚才是右边这个 长了一颗烂掉的这个叶子 现在呢三天以后 左边呢 又长出一个烂掉的叶子 你想糟糕了 我没有时间啊 这么忙啊 每天工作工作 我的老板要来了 那你又想怎么办 各位怎么办 拿剪刀 咔嚓 又把它剪掉了 可是现在有个问题 你从来没有静下来想一想 为什么我买的这个新的花 会有右边又有枯的叶子 左边有枯的叶子呢 请问你这样剪掉是 治标还是治本 告诉我 蛤 对 大家很聪明都会治标 可是呢 还是治标 你都不会去想根本 真正有智慧 有般若波罗蜜的人 会怎么办 他想一定有问题 他会把呢 花一个很平静的时间 周末的时候 把盆栽的泥土挖出来 看到原来里面有一根根 已经呢 柱虫了 或是有细菌坏掉了 细菌呢 它就把 比如说根呢 它一定会分开嘛 那把那个细菌的那个根 或烂掉的根 剪掉以后 重新再种泥土 重新再浇水 你就不用担心 每一天都会长出很漂亮的盆栽 每一天都会长出很漂亮的盆栽 对不对 这个例子就是 你这个盆栽啊 将来还是会烂掉的 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 三个星期 到最后全部都会枯萎 那你就会非常难过说 我花了这么多的钱 这么多的时间 去栽培我的家布置 结果我买的盆栽啊 通通都死掉了 当然死掉的原因有很多 有些植物要放在室内 有些植物要放在室外 有时候各位家里也知道 尤其你讲究风水 或是磁场的人 你就会知道说 有些东西啊 要放在外面 而且你注意 人很微妙 人跟大自然结合的 假如植物生病的话 你最近也会生病 空气不好 细菌会传染的 所以大自然的力量 是很不可思议的 所以以这里 根本制跟后德制 两个都重要 接下来再看下面 善巧方便波罗蜜 丁二别显分五 丁物一般若波罗蜜的内涵 好在介绍这个 善巧方便波罗蜜的时候 请看幻灯片 对不起 请切换一下 这是韩国的思维的 弥勒菩萨 各位去帮助众生的时候 要想一想 佛教的雕像 除了它让你供礼拜之外 其实它有很深的意义 因为弥勒菩萨 是当来下身弥勒尊佛 是十地欢喜 十地的法云地菩萨 他常常在兜率内院里 做这个姿势 看看云云的众生 哎呀我怎么去帮助他 所以韩国的雕像就是这样子 思维 思维什么呢 弥勒菩萨本身也有智慧 也有悲心 也有愿力 但是他在思维 我要用什么样的善巧方便波罗蜜 去帮助众生 所以他在兜率内院里面 常常在思维 怎么样帮助无量无边的众生 所以你拜佛的时候 不单单只是说求佛菩萨保佑 你也要知道佛像 它有它的象征意义 英文叫symbolism 对不对 不然没事迷了菩萨 干嘛右脚翘着 左脚呢放着 然后做这个动作呢 他不是打瞌睡耶 对不对 不像有些人听经这样 嗯很好听很好听 很好听 就睡着了 对不对 念佛了 释迦如来释迦如来释迦如来 Sleeping Meditation 睡着了 不是这样 他佛像有他的用意 所以听好 注意听 你在帮助别人之前 我给你建议 先静坐十分钟 静坐 不管你修属习观 南传 北传 金刚传 都可以 先静坐十分钟 或者你要念释迦摩尼佛的佛号 或要师佛的佛号 都好 求佛菩萨加持我 我真的很想帮助别人 可是我没有智慧 可是呢 你静坐一下 透过禅坐跟念佛的方法 你的智慧就会升起 你就会知道 哎呀 我知道什么样的方法 帮助别人会啊 不会一开头 哎呀 你就是这么猪头 这么肥 所以你该减肥啊 那个人明明很想减肥 听到你讲他是很肥呢 又是猪头 他就不想减肥了 这表示你 没有善巧方便佛罗蜜 这是很重要的 没有善巧方便佛罗蜜 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误会 请看 丁二别显 物一般若波罗蜜的内涵 再看物二 五十一页第二十五行 物二除了要了解波罗蜜的内涵之外 他还要有文会与正思维的力量 我先讲科派 文就是听文佛法 所以为什么我们大家要欢喜来学习佛法 听经文法也会帮你增长智慧 你会觉得以前原来你自己很固执 你认为你的方法对 可是你听完佛法想一想 又静坐又念念佛 有没有发现 其实我以前用的方法不太好 这个就是听文佛法的智慧 跟正思维 物三是八种善巧方便 翻过来五十二页 物四 般若波罗蜜的方便 要与觉性相应 请把觉性画起来 awareness 那你也会说 道教也有 嫁鸡扶乱啊 很多的其他宗教也有看三是因果 那是不是也是善巧方便呢 答案是一半对 但它没有跟觉性相应 我讲个例子 我到小的时候 我也是生在道教跟一贯道的家族里面 我小时候生在台北 台湾的一个小乡镇 叫北埔乡 那时候我们呢就是佛教啊 道教都拜 真的什么都拜 但是我们叫慈恩公 我们那时候拜的叫观音娘娘 大家知道哈 就是中国的local religion跟道义者 那时候呢我很喜欢跟我的祖母去拜 我的阿嬷对我很好 因为呢我们全家人都不喜欢拜拜 只有我喜欢跟她去 那所以因为每一次去拜完呢 她供完水果 我就有水果可以吃 这次不好意思 那可是我很喜欢去庙里 那每天就拜观音娘娘观音娘 其实观音是菩萨 她根本不是娘娘 娘娘的话就是表示她有男跟女的执着 娘娘是指在欲界天理的天神 比如说姚池金母西天 姚池金母娘娘 那表示她在轮回礼仪 她虽然是善人功德力很大 但是那个不是佛教 所以你要弄清楚 要跟觉性相应 你不要认为你做了很多善智 心好就好 心好是最基本条件 要发菩提心 要有智慧慈悲 六度波罗蜜 还要善巧方便 那你怎么判断我这个善巧方便 对不对呢 要跟觉性相应 好觉性相应请你写 在南传佛教 这个觉性相应叫做巴正道 你自己写 你要跟巴正道相应 正语正业正命正经济 不知道巴正道的人 请去查佛学词典 或问问旁边的莲友 对 大乘要与 对不起 南传要与四圣地 跟巴正道相应 两个 四圣地跟巴正道 大乘当然也要四圣地 但是还要加上十二英元 跟六度波罗蜜 跟华严经的十地相应 简单讲 你要跟菩提心相应 不然你说我帮助他 对不对 比如我举个例子 他生病了 你很想帮助他 你可能为他点灯 为他做功德 为他诵经 他正在紧急的时候 你可能叫救护车送他去 那也有人跟他说 哎哟 点灯怎么办 来来来来 我跟你去 我找一个很厉害的人 会这样 然后帮你看 然后还叫你去吃福 就是香菲的福 其实答案呢 或许有些人有效 挺好 我没有完全否定 因为每一个人的心跟叶不同 可是问题是 他吃完以后今天好 吃完三天以后 还是又痛啊 那表示你做的这个行为 没有跟觉性相应 那最简单的觉性是什么 请你写 因缘果报 过去因 现在缘 未来果 你没有跟因缘果报的道理相应的话 那你还是没有跟觉性相应的 举一个例子 很多人有生病的时候 就很喜欢听乱七八糟的讲 哎呀 你们家风水哦 冲到了咧 对不对 花了十万块新币 家里的重新装潢 还是生病了 可是表现 风水不是你生病的必要条件 从佛马的角度来讲 你是过去杀身 你心中充满了真心 所以你现在会生病 生病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对不对 你可能呢 有感冒啊 熬夜啊 没有运动啊 营养不够啊 这些东西都会让你生病 老实说我也会生病 感冒啊 尤其 我很喜欢新加坡 但是我唯一不太习惯的是吹冷气 你们是24小时都要吹冷气 我真的不习惯 因为我们台湾呢 很少吹冷气 但是很不幸 因为全球暖化现象的结果 我们现在是33度 听说今年会到达40度啦 那只好每一个呢 背个冷气机吧 其实冷气吹太多 太多是不太好的 温室中的花朵 它要大自然的风 对不对 有时候呢 所以换句话说 你吹太多冷气的话 你也会哈臭啊感冒 但是感冒的时候 你要对峙自己的身体啊 所以 但是你的心不要生病 这个很重要 所以 很多东西要跟因缘果报相应 这个才叫觉性相应 那你帮他点灯送经 这是很好的 为什么呢 从佛法的角度来讲 你业帮他改变 有时候你送完经 可能他立刻病就好了 那表示他的业比较轻 有时候你帮他做功德 一个礼拜障碍就灿除了 找到工作了 他很高兴 我公开举一个例子 上次有一个联友来 就来跟我讲 师傅全世界经济不景气 我在新加坡已经半年没工作 我笑一笑 我说这是你的业 因为你福报不够 你虽然想找到工作 你好心 他也跟我说他在做义工 也点灯 也念佛念奏 最后都没有用 还去看神通 看了半天呢 什么都没通 肚子不太通 那我跟他说 他问我说什么办呢 他也有听我讲经 我说那你相信佛法吗 我说相信 那你相信我吗 相信 好 那你给我念 普贤行愿品 念三个愿 早晚不要中断 因为你没有工作吗 他说师傅可以不可以念一遍 不可以 因为你混着没事情做吗 一天呢 念一遍只有三十分钟而已 我真的逼他 你相信我 早上念一遍 晚上念一遍 你中午要去听经 要去做义工 没有关系 不要去做坏事 不可以做违反五届的坏事 不要早上去念经 晚上又 蹦恰恰 蹦恰恰 抽根烟 然后卖卖毒 对不对 卖卖毒品 上网路去做一些不好的事 那这样的话 你永远是找不到工作 为什么 你边造业 你也边在忏悔 你边修行 这是不可以的 我说你要真心真心的 很认真的忏悔 念普贤行愿品 然后发愿 教他听我的普贤行愿品 嘿 这个人很有善根 他真的念了 我说你念 我也开始帮你回向 他念三个月 我也念很久啊 三个月以后 他email给我 有一天半夜十二点 师父很辛苦 我在checkemail 对 他告诉我 师父他终于找到工作了 而且有很多很多的工作 这个就是要与觉性相应 对不对 你很多东西你要了解 因缘果报的道理 他也一毛钱都没有花 你要布施做功德 是在你的怨心 假如你不与觉性相应的话 你来还是会很苦的 请看物五 所以希望各位联友 我公开回答了一个问题 你家里不顺利有障碍 病痛很多 找不到工作 请念三千遍普贤行愿品 加油念 对 好好念 不要偷懒 我已经念了五千遍了 还继续念 对 真正佛菩萨开无量的法门 你要念大悲咒也可以念 念十万遍大悲神咒 一天念一百零八遍 你说师父我念一遍 念三遍 台语叫做 不能说没有用 可是那个叫做 未来众无量节得度的原因 为什么呢 你现在修的功德力 没办法大转变你的业力 全世界经济都不景气 可是为什么 大家听过M社会吧 有钱的人还是很有钱 可怜的人很可怜 为什么 每个人的福报不一样 但是呢 观世音菩萨 文术实力菩萨 地藏菩萨 或普贤菩萨 诸佛菩萨都很慈悲的 所以希望你好好念 普贤行愿品 这是很重要 再看下面 五十二页第二十六行 丙五 普门世线 这一段呢 我会讲一些观音菩萨的感应故事 就像观音菩萨一样 对不对 三十二应生 因以合身得度者 即现合身而未说法 再给我几分钟 讲一个段落 翻回来五十一页 请看第十八行 般若波罗蜜者 是释迦牟尼佛 在世尊 在印度金刚菩提树下 以一念清净的相应的智慧 彻底的觉悟 而且了解了世出世间一切的佛法 这是般若波罗蜜的本质与功用 到这里是一个段落 般若波罗蜜很深很深 举一个例子 也有小朋友问我说 师父 我们念心经 无眼耳鼻舌生意 无射身相未触法 可是我就是有鼻子啊 我就有眼睛啊 有耳朵啊 为什么佛说 无眼耳鼻舌生意呢 答案回答简单的讲 告诉你 你这个鼻子啊 是暂时的 不是永远不变的 讲无 它是否定是说 你不要执着它 永远不变 因为我们生下来都会执着 这个身体是我的 我有头啊 有手啊 有脚 我后面会讲缘起性空 那是你过去是夜的显现 可是各位 假如我现在动手术的话 请问鼻子就会变吧 很多人现在喜欢 都去beauty shop 喜欢美容啊 假如鼻子永远不变的话 表示你的鼻子是不可以美容的 了解吗 那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啊 譬如说车祸的时候啊 他缺肉的时候 他可以从大腿或其他的部分 把皮肤移植过来 为什么 因为身体是会变的 这个叫无眼耳鼻舌生意 简单这里讲的无是指 你所有一切身体的器官 不是永恒不变的 它没有否定说 人没有鼻子 人没有眼睛 人没有嘴巴 不是这样理解 这里的无是指 它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 既然没有永恒不变的实体 那你就不要太在乎你的鼻子 健康可以用就好了嘛 死的时候 火化的时候 不是漂亮的鼻子跟不漂亮的鼻子 对不对 movie star 对不对 电影明星都很喜欢去美容 对不对 其实死的时候 都是骨灰啊 那佛为什么一直要讲这些呢 就是告诉你 对于自己的鼻子 不要太执着 我举一个例子 我有一个金刚上师 西藏的老师 常常想讲的一个故事 就是他在西方呢 遇到一个弟子 他是一个老人家 他有很大很大的烦恼 很大的烦恼就是执着 他觉得自己老的时候很痛苦 为什么呢 他每一天早上都要照镜子 看到自己很多很多的皱纹 每一次看完都很不高兴 最后呢 因为不高兴发脾气 所以他就把那个镜子给摔破了 摔完破以后他就更麻烦 第二天又要再去买一个新的 所以他一个月摔破了三十个镜子 第二天买完以后就发现 哎呀我又有这个皱纹了 后来他就去问了我的老师 老师就跟他开示无常的道理 说其实你的脸是会变的 你要接受它 生下来如何 你就要去欢喜心接受它 可是我们人往往不接受自己 所以他就说你想想看 年轻的时候有年轻的快乐 中年有中年的快乐 老的时候有老年人的快乐 年轻的时候什么快乐呢 不用付房租 不用付水电瓦斯 爸爸妈妈会付 对不对 每天只要吃冰淇淋上课 考试不要太混就可以 年轻小朋友有小朋友快乐 中年人也有中年的快乐 中年有新的朋友 新的世界可以打电动 对不对 长大有长大的快乐 可以买机票 可以到全世界自己玩 不用再问妈妈 我们今年要去哪里了 我可以自己决定的 你看 长大有长大的快乐 老年的时候呢 老年有老年的快乐 不用了吗 因为你老了 彎腰驼背 所以做MRT的时候 人家会上位子给你嘛 你有你的福报吗 你要是很年轻的话 人家就不让给你了 老年的时候呢 对不对 你走路的时候 人家端茶呢 会端给你 阿公阿阿妈 你这个是要喝冷的水 还是温的水 还是一半一半的温开水 你看 人家因为你老 他更关心你啊 老的时候呢 充满了皱纹 那是智慧的纹路啊 是不是 你有没有看过西杠的照片 他看了 后来我的老师就讲给这个西方的女士说 这个阿 他那全部都是皱纹 他是什么 smiling light 是生命智慧的纹路啊 越多纹路越漂亮啊 所以答案是什么 看你怎么想 对不对 为什么 第一个要接受无常的事实 后来那个外国人听了我的老师的话以后 他说嗯 我回去想一想 过了一年以后 我的老师又到美国去弘法 他就呢跟他说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从来呢 就不会再摔破了这个镜子了 我也省了很多钱 以前我每摔一个镜子呢 要破十块美金的 后来三十块 他省了三百块美金 他捐到育幼院跟古尔院去了 他说我现在越老愿健康啊 smiling face 后来他学佛了 学金刚称的教法了 所以可见呢 我们先要有般若波罗蜜要接受什么 接受无常的道理 注意听我讲个段落 无常代表什么东西都会变 你的公司也会变 老板也会变 做事也会变 太太先生的小孩 心情都会变 你自己也会变 佛弟子要学的什么 控制你自己的心 不要把你的情绪去伤害别人 影响别人 但是要有善巧方便 波罗蜜去体谅别人 这个才是学佛要学 学什么 学调伏你的心 我再讲一遍 调伏你的心 第二个 以慈悲心 智慧心 还有善巧方面 去光怀别人 否则很多人学佛都是 很抱歉我用一个词 表面的学佛 诵经很认真 念佛很认真 做一功就很认真 等于那 经本关起来以后 他从来不知道自己的心 我觉得有一点点可惜 并不是说你送佛门瓶没有用 问题是呢 你送完以后 没有让你的心更宁静 更有智慧 更能够调伏你的心 这是你要学的 所以叫做禅定波罗蜜 波罗蜜 波罗蜜 第二个 要接受五场 尤其现在全世界不景气 我可以告诉你 你不要认为 永远你有工作 为什么呢 举一个例子 注意听 希望我讲生活话一点 你能够讲 譬如一个公司行号 现在全世界都竞争 你要有不断的学习 所以你看讲义 任何一页 在五十 看五十一页下面 最后一行 商业经设计 学习 关怀奉献 learning care and contribution 你要永远不断的学习 你不学习 你就会有苦恼 为什么呢 因为你都期望是长的 比如说你的公司里面 对不对 老板呢 叫你去受训 你说不要 我叫你去出差 No 这个我不会 那个我不愿意 其实你就没有菩提心 真正有菩提心呢 应该很欢喜去学习 为什么 你不学习的话 听好 老板他就不喜欢你 他就跟你没有good communication 更不要说有good friendship 没有友谊 因为他的心里面 打了一个black mark 这个人不愿意做 那个也不愿意学 公司要发展 要业绩 那他知道怎么办 两个方法 一 掉外面的人进来 因为他愿意学习 第二个呢 我派其他的员工去受训 所以你要欢喜新学习 你若不学习的话 你就没有工作了 再举一个简单例子 大家知道影印机吗 以前古老的影印机 只有印一个黑的跟白的 叫黑白影印机 对不对 他只有印正面跟反面 对不对 那假如你是一个公司的 这个助理员工 你只会印什么 黑的跟白的 接下来老板说 我们现在换一个影印机了 彩色影印机 多功能的 单面的 双面的 还能 还装定橙色 你说老板我不会 学啊 哪有生下来都会的呢 各位 新鸿法师不是生下来 就是 会打电脑的 可是我今天会做PowerPoint 我还会做菩提加也短片 学 菩萨道要永远不断的学习 这个才叫真正佛弟子 你学习你就有智慧 你消一下自他交换 假如你现在有两个员工 一个很愿意学习 一个不愿意学习 请问 你要裁员裁哪一个 裁哪一个 当然是裁那个不学习的人嘛 对不对 因为经济不景气嘛 我的budget啊 的预算啊 就是这样 可是假如这个人 他很愿意学习 黑白的学习 正反面也学习 也会用彩色的 还会放大 还会缩小 那当然你就会用这个员工啊 所以同样的 听好 你不要说 哎呀佛菩萨保佑我 保佑我 我要工作顺利 我要有继续的好行业 我希望老板不要裁我 对 你可以求佛菩萨 这是因 可是缘上 你要不断的学习 就算佛菩萨保佑你 可是你若不断的学习的话 你还是会被裁缘的 有因没有缘 当然sorry no job is no result 听懂吗 这个才叫不断的学习 所以我的结论是 我们听到无常的法 要知道所有东西都会变的 因为要变 所以你心里有准备 你不要说我学佛了 可是我永远都希望什么东西都不变 答案是错的 那是另外一种执着 万一变了你怎么办 你就自杀吗 犹豫症吗 因为你知道了无常 所以你心中更有弹性 变好你也能接受 变坏你也能接受 变好你也不要太高兴 变坏了你也没有关系 我还可以再努力 这个再叫菩萨摩赫萨 知道吗 这是今天我要讲的重点 好了时间来不及了 因为九点要敲钟了 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好 以一念相应至绝了诸法 是般若波罗蜜 希望大家要记得念 二十一遍般若心经 指观般若 禅顶波罗蜜 跟般若波罗蜜很重要 碰到境界来的时候 先静坐一下 念念佛 求佛父要加持你 让你智慧升起 第三个要常常告诉自己 什么东西都是会变的 是无常的 这样呢 听好你的心会更有弹性 生命这么大的打击 乃至有一天家人发生了车祸 乃至发生了意外 你都觉得我的心会很宁静 当然你好好的努力修持 佛菩萨也会加持你的 了解吗 所以无常 苦空无常无我 它是般若波罗蜜的基本特质 好今天我先讲到这里 明天呢从后面开始讲 第五十一页第十九行 又是无爱相 你真正了解了无常的道理 你心中是没有障碍的 换句话说 你的心广大无边 好跟坏的任何境界呢 你都永远有悲心 智慧耐性 善巧方便去处理 这个你才叫做好的佛弟子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 那我们唱回相文 那今天因为第一天 待会要敲钟 所以今天请看开 请翻开第四十二页 我们刚刚说无常的吗 对不对 所以什么东西都会变的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先不唱《乐障吉祥经》 明天再唱 今天先唱 发愿松科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奇愿文 这是伟大的文书施利菩萨化身 化为宗科巴大师 而他所发的发愿文 是非常好非常好的发愿文 好 待会呢 请合掌 请切换幻灯片 好 请把心定下来 请合掌 每两个一句 我念两句 然后你再跟着一起念 念的时候 观想文书菩萨在面前 就像幻灯片一样有智慧宝剑 他心中吐金色的橘黄色的光 照在你身上 希望文书菩萨加持我们 也能够发起广大的智慧 愿一切的众生都有般若波罗蜜 这是今天的回向文 明天再唱乐章吉祥经 所以每一天会不一样 好 先看 我念一遍 你再跟我念一遍 有些字可能不熟 若你知道的话 你就大声念 心中做这样的发愿 以我久情所积极 量等虚空恶之良 一起念 以我久情所积极 量等虚空恶之良 畏度无名有情众 愿臣导师佛世尊 畏度无名有情众 畏臣导师佛世尊 畏臣佛前一切身 文殊导师佛世尊 畏臣佛前一切身 文殊导师佛世尊 我借父高法阳 阿併为阿三法阶 敬除众生一名余 持佛教法余久远 敬除众生一名余 持佛教法余久远 教法圣宝为遍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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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遍佛 愿佛父三妙世佛 追身福利到此地 饶意诸愿泄托者 世尊教行永流传 饶意诸愿泄托者 世尊教行永流传 神就修行禅道远 禁除人为人为人 佛所赞叹净行道 深深世事永不离 佛所赞叹净行道 深深世事永不离 以时法行于圣城 如礼精勤修行祭 护法慎重常护持 如海吉祥普什方 护法慎重常护持 如海吉祥普什方 好 请放掌 各位联友或许会问说 这个发愿文是什么意思呢 没关系 将来我会把它翻成英文跟白话文 然后呢 会在录音室录影 然后上网 简单的说就是 未成佛之前 文殊师利菩萨 发愿成为一切诸佛之师 在第四行说 佛法若没有弘扬的地方 我发愿去弘扬 若弘扬的地方 因为众生业力而衰墮的时候 文殊师利菩萨会发愿 在苦难的地方弘扬正法 所以以师法行于圣城 是指所有三世一切诸佛的教法 都是从五界十善开始做起 最后释放 诸佛菩萨护海护慎重 护持一切的众生 吉祥圆满 就像大海一样普遍十方 这是classical Chinese 古汉文比较深一点 不过这是很了不起的 文殊师利菩萨的发愿 好 今天奖金就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谢谢 皮尔大为 幸好 除 Simone 唐大为 我的 唐大为 感谢观看